支持李莹莹该如何做呢? 随着时间来到十月底,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假期。 在前不久刚结束的杭州亚运会上,中国女排以全胜战绩成功未免女排项目冠军。 不过,即便取得了如此优秀的成绩,却依然充满着不小的隐患。 一方面是球员的伤病出现增多,影响着当前的女排竞争格局。 另一方面就是主教练蔡斌的佣人思路依旧保守,两者又是因果关系,正是因为蔡斌保守的佣人,导致球员出现伤病。 虽然阵容的相对固定,让球员之间默契度增加配合,更能贯彻自己的执教思路。 带来的弊端远远超过好的方面,因为长期使用一套阵容参加各种赛事。 让对手更加了解女排的技战术打法,可以采取针对性的策略。 提升战胜女排的几率。 而是长期首发阵容出战,严重打击了替补球员的积极性。 最为关键的是,连续使用相同的球员,出战各种赛事,增加了伤病的风险。 而对于这一点,现有的女排核心李盈莹深有感触。 自从蔡斌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以来,李盈莹迅速被确立了核心地位,不仅如此,更是成为全勤王。 无论是世界女排联赛这样商业价值较高的比赛,还是事关奥运名额的资格赛,甚至在亚运会的小组赛阶段,李盈莹都保持了出场。 带领女排连续取得胜利,不过长期征战让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 除了掌骨鼓裂以及奸伤保守治疗外,为了能够在比赛中更好的进攻,甚至出现过打封闭登场的情况。 当然平常的训练中更是需要抽携带基业,即便这样目前伤病并没有得到解决,在奥运资格赛中就出现了难以坚持被替换下场的情况。 在亚运会夺冠的领奖台上,也出现了队友搀扶李盈莹下台的场景,足以看出当前影响李盈状态的最大因素,就是伤病隐患。 在各种比赛连续出场,更加重了自身的伤病风险。 如果不能及时调整,李盈的伤病很有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女排争冠前景。 出现这样的后果,对于女排的影响巨大,罪魁祸首就是蔡兵固执的使用,给李盈莹还有中国女排都带来了风险和隐患。 也许是对于蔡兵的佣人太过了解,另外一位回归赛场的朱婷,就以伤病为由,始终选择拒绝回归国家队,避免了长期作战,增加自己的伤病。 如今,李盈莹是否会学习朱婷的做法,有待商榷,因为朱婷不回归国家队,让自己的口碑都出现了下降,正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李盈莹必然会更加谨慎。 那么,支持李盈莹采取怎样的做法来维护自己的健康呢? 欢迎留言讨论。